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经为什么要说事无所谓 以什么样的因缘 佛要说事无所谓 第一个 欲断仁宜 有人说佛自己自称 是一切智者 一切见 世间一切的经书 技术 智慧 巧遍 方便 甚多无量 世间的经书 技术 各方面 知识学问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一切众生 你知道医学 你知道工巧 你知道什么 这么多人加起来 都没办法了解世间的一切事物 何况佛你这一个人 又要知道医方明 又知道工巧明 内明等等的 他们认为说这怎么可能呢 那么多人各自专精一部分 都没办法完全了解一切事间的事物 何况佛一个人 就能够知道一切呢 有这么多的事情 有这么多的困难 众生提出来执难 佛难道你一点都不部位吗 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佛想要断除这样的疑惑 断除这样的疑难 因此说事无所谓 并不是说佛自占毁他 或者是吹嘘自己 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为了断除他人的疑难 第二 想要灭外道的毁谤 佛还没出世之前 有世间的外道等种种因缘 七狂求道人 或者七狂求福的人 他们修很多种种种的苦行 有的吃种种的水果 有的吃菜 或者有的只是吃草根 更有的来吃牛粪 或者牛的尿等等 或者一天只有吃一次 类似古的草 提拜 有的苦行两天十天 一月两个月再吃一次 或者有的西风 有的饮水 或者是吃类似青苔 各种不同的食物 这种苦行 这是有关吃的 比较有关穿的 有的穿树皮 用树皮遮身 或者树叶草衣露皮 或一板木 板木 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木头的薄片 薄片或扁形状的木料 当作衣服来穿 在其他地方板木是棺材 但是这个地方不可能穿棺材 这应该是比较薄的木片 但是到底多薄 就要看它的技术 如果没有很薄的话 大概一块一块的木头穿在身上 但是我们现在也有用环保保特瓶 穿一穿 这是有关穿一的 握 在睡的时候也能在地上握 不睡床铺 或者握在杵上 并不是说很平稳的床 它只是木棒状的木头上面 或者树枝 或者灰 或者荆棘上面 另外在很寒冷的时候入水 或者热的时候 午热之至 就是很热的时候 它特地出来 上面有太阳 四肢旁边又烧火 他们以为这样苦行 就可以得到解脱了 事实上在佛教看来 即使烧干了 也得不到什么解脱 或者入水而死 入火而死 或者投盐而死 或者断食而死 像这样种种苦行法中 想要求升天上 或者求涅槃 而且不但自己行 而且教地质 来修这样的法 不舍 由这样种种的苦行 而引诱一些少智慧的众生 得到他们的供养 但是这样的行为 在佛看来 并没有正确了解到因缘法 比如萤火虫 在太阳他们出来的时候 多多少少还可以有所照耀 但是太阳一出来以后 千光明照 月亮或者众星 那光明就显现不出来 连月亮还有许多的星星 光明都显现不出来 何况你萤火虫的光 更显现不出来 用这个来比喻 若佛未出世 诸外道被小小的光明 照世间得供养 当佛出世的时候 以大致光明 灭出外道及其弟子 破除他们的种种血见 结果很多人 就不再供养他们了 这些外道以施供养 的缘故就毁谤佛 还有佛弟子 比如像《孙头力经》里面说 外道得不到供养 他们就要毁谤陷害佛 故意串通 孙头力 杀了以后 把他埋起来 把他嫁祸 是佛杀死 孙头力 或者破弟子 告诉其他的人 说 即使是世间弊人 非敌的人 或者下列的人 都不会做这样的行为 你说你是 一切智者 可是 世间的礼法 你还不知道 何况是你盼 用这样来毁谤佛 佛想要灭除 外道这些毁谤 所以不得已来说 我其实有四种 真实的功德 事无所谓 第一个 我是一切智人 你如果问案 说佛什么什么事情 不能知 我不会感到不畏 第二 我 能够 断尽一切的烦恼 跟习气 如果你问案说 佛有些烦恼 或吸气 没有断尽 佛也不会感到故味 第三 佛很清楚地了解 哪些会障碍涅槃 会点出来 叫大家事先防范 或者说已经有了 应该把它断除 破除这些障碍 如果有人问案说 事实上 某某法 他并不会障碍 修道 不会障碍 这个涅槃 那佛也不会感到不畏 第四 佛说 要修什么道 可以达到涅槃 如果有人问案说 你说的这些 霸正道 或者基丁会 不能够打扰涅槃 佛有充分的信心 他不会动摇 也不会感到任何的部位 佛是为了 秘除外道的毁谤 才自说有这些功德 并不是为了吹嘘自己的 好